有的朋友问 我前段时间给中国优的四箱口罩 防护镜什么的是否收到了 这里我回复一下已经收到了一箱 另外三箱还没有收到 它这个跟真人一样有点吓人 看跟真人很像 这种仿真的模特儿 虽然说有点栩栩如生 但是有点吓人 晚上看着 有三箱还没有收到 我在网上跟踪进度 现在进展很缓慢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另外有一些朋友微信留言 我其实上次已经通过视频回复了 只不过他可能没有注意到 那位朋友现在在美国 他呢也是打算在美国这边可能会长期生活吗 然后问我旧金山这边的情况 并且问我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我上次通过视频已经回应了 这次呢再回应一下吧 我觉得如果刚到美国呢 我不是特别建议来旧金山 旧金山这边的房租比较高 这是我的感觉 另外如果不懂广东话的话 到了旧金山也许在华人圈里呢 交流的时候也不是太顺畅 这是我的感觉 如果来美西呢 我更建议是在洛杉矶相对它的适应度比较好一点 房租相对低一点 而且洛杉矶那边汉语呢 华人讲主要讲普通话 不像旧金山这边讲广东话 就是对那位朋友的建议 另外呢今天是情人节嘛 上午我突然收到以前频道微信群的一位朋友的留言 他说他已经来美国大约有半个月吧 他是在美国的航班 好像前段时间美国这边公布了一个航班方面的这么一个规定 就是对于在中国往美国这边来的航班呢 好像暂时停了一段时间吧 他是在航班即将停之前的前一天 差不多是最后一个乘客吧 就到美国 他规定是有美国绿卡的人 以及有美国护照 或者是美国国籍的人呢 才可以从中国飞美国啊 而且到了美国之后需要隔离14天 他呢现在没有美国绿卡也不是美国的公民 但是他很幸运吧 因为他订的票是2月1号 然后前段时间川普 他的命令呢 好像是从2月2号开始 有很多航班就停了 或者更准确的说是那些没有美国绿卡的 以及不是美国公民的人呢 就不能来美国了吧 他赶的是比较幸运的啊 就是刚刚赶在这个禁令开始生效的前一天啊 坐的航班到的美国啊 我特别为他感到高兴 到了美国之后 他就直接租车 租车好像一天 大约加上保险什么的 好像大约是将近70美元吧 我也是挺佩服他 一位女士到这之后就对吧 自己然后赶上最后一架航班 然后在路上呢 在美国这边入境的时候呢 也是经过了层层的这些关口吧 进行包括他的包呢被搜 然后包括他带的美元呢也被搜 因为在美国这边听他讲 美国这边海关在入关的时候呢 对他的现金进行搜查 如果说现金超过一万美元呢 那么就会被没收吧 但是他带的不到一万美元 所以还是合乎规定的 并且他的包在搜查的时候呢 没有发现任何违禁品 所以想着还是非常的为他高兴吧 他的英语特别好 所以他在美国这边入境以及租车 这一系列过程中都能够英语流利的跟老美交流 包括他从机场出来之后租车 然后呢他就因为对这个路不是太熟悉 而且他租那个车上面没有手机的拖架 所以他大体就是一个手拿着手机另外一个手去驾驶 但是对车也不是太熟悉 好像是他因为是算是没有美国的绿卡嘛 也没有美国的国籍 那么他有中国的驾照 是在美国可以短期的开车的 没有问题 结果呢他开车他到美国的时候 好像天快黑了是怎么回事啊 好像我具体没有问特别清楚 因为他这几天估计也很疲劳 然后也大体讲了这些情况 好像是开车开了好久也没有从机场那个区域开出了 因为机场那边好像是一个立交桥 他对方向掌握的不太好 所以绕来绕去呢就又发现又绕回来了啊 所以他就很着急就给他的朋友打电话 他的朋友呢是美国的朋友老美啊 就是讲英语的白人 然后电话里呢也说不那么太轻 结果后来呢突然他的后边各种颜色的灯在闪烁 有警察跟上了警察就把他的车给拦住了 之后呢就开始搜查他的车 搜了一会之后呢他听警察说 警察主要是目的是确定他车上没有毒品 后来他就给警察看他租车的证明 证明是当天刚刚租到车 并且刚从中国过了 之后呢警察并没有问他这些所说的什么疫情啊 各方面的问题 只是说只要你车上没有毒品就好 原来他也趁这个机会跟警察说 我现在打算开车去某某某地址 你们能不能够带我一段 就是我有点迷路了 然后警察也 就是没有回应 就是也没说是也没说不是就没有管他 后来他的朋友呢在电话里 然后就跟那个警察也说 说他刚从中国来 你们不可以把他带走这样的啊 结果警察呢也没带走他 警察只是看了一下他的车有没有 哦这个是婴儿的这个小拖小拖架啊 这个设计的挺好 这边是卖这些母婴产品的好像是 就把他放走了 后来他经过这一路的这个波折 终于开车到了他这个朋友的家 啊觉得很感慨 他的感触呢是到了美国之后呢 他所接触的就是说美国白人的朋友呢 是特别特别有情意啊 就是并不担心他是从中国来的 会有什么什么对吧 可能会有潜在的病毒的危险啊 就完全是非常热情的这样去对吧 帮助他我觉得为他高兴吧 然后呢当然可能这边有的时候 我们接触一些华人朋友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心里不是太舒服 对吧比如对方的话语啊什么的 我也我也希望这位朋友呢能够谅解 他在美国那些华人朋友 对他所表达的不友好 并且珍惜就是这位白人朋友 对他的这种这种帮助吧 希望他这段时间好好导视察 好好休息 然后在美国有一个很好的一种生活的状态 真的为他高兴真的我今天 收到他的微信觉得特别特别特别意外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他既然能够来到美国 我觉得真的是充满了传奇色彩吧 以前我也有一些朋友说 在美国这边有时候一些华人 老华人他对新华人并不是太友好啊 或者有的时候去骗呀欺负呀什么的 也难免吧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这边 我们被一些老的华人欺负 被一些老的华人骗 但是呢 在这些老的华人这个群体中呢 也有一些好人 然后我们也得到过一些帮助 对吧 就是说这里面有害我们的 有给我们以羞辱的 但是也有帮助我们 给我们以这种温暖的啊 大体是这么一个情况 希望这位朋友呢 在美国能够碰到 特别多的啊 这种很善良很正直很纯正的华人吧 就是这样 然后加油 好吗 这个视频的回应 就是前段时间 微信留言的朋友 一起表达 对另一位 刚刚来到美国朋友的祝福 嗯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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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